OK 震動最大的優點其實就是因為它 它就是容量很小 那麼小 然後我們的重點強調在這邊 我會跟你們看那個聊天 不是啦 這個戰鬥過程 我覺得它最有趣的應該是這個 那當然我自己也會玩一下 你可以看到後期的戰鬥樣子 那是不是像以前的撤山果啊 可是我覺得這也不是重點 我覺得重點是角色吧 懂我意思嗎 我先把這個靠一靠 欸不對 我們的戰力太廢了唄 其實我看聊天室那邊 我真的覺得我要自己玩一隻比較好玩 別人養成的都不好玩這樣 是啊 那你要怎麼把那一隻練上去 來我教你們 因為我們這隻等級很低 那我們現在要把它練上去的話 啊 而且你看它也出皮膚了 其實一開始我還在考慮要不要玩欸 因為真的覺得說 要講什麼 要怎麼去弄 可是我發現它裡面的系統還蠻多的 你看 最終的是我們剛剛也看到諸葛亮了嘛 諸葛亮給我看一下 哦 諸葛亮 對啊 我就覺得應該有玩下去的意義 而且它也可以自動建造 哦自動建造 啊 好好喔 終於不用那麼辛苦了 啊 怎麼停啊 不管 不管